我心里想象的是这样子 其实我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自己在内 有时候要我老远跑去美国一趟的理由是什么 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其实我有很多朋友是这样 就是为了去国家公民 所以一趟去美国如果是十天 可能是走三个国家公民 这一次走是三个国家公民 下次走那两个国家公民 常常有很多人到美国的唯一理由 就是为了去美国的国家公民 我非常希望以后有很多来台湾的 他有一趟要来御山 有一趟要来连结雪霸御山跟泰鲁格 那不只是爬山 从进入国家公民的过程当中 更了解台湾 而且在台湾当成是一个基地 所以国家公民变成是台湾的品牌 人家想到台湾 想到御山 想到国家公民 想到泰鲁格 想到我们怎么样去对待 这样子的山川 那如果要做这些需要有相当多的国际的互动跟国际的行销 那当然要把它带出去的话 我们要对我们国家公民更多的研究 然后更进一步的行销出去 台湾在全球的这个定位以及国人的骄傲都会大量的提升 所以国家公民的系统是到了我们要用主制改造的方式把它定位出来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 我们非常有决心的对外表示 我们要把国家公民系统建立起来 而且让它有一个国家公民署这样子的规模来处理这样子的业务 然后再把它所关心的业务再进一步的扩展 扩展到国家公民以外 更进一步的湿地 更进一步的海岸的管理 那整个把这样一个整个带状跟块状的 国土的这个保育 以及它后面的文化价值都提升起来 这是我们现在做这个国家公民组织改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初衷跟理念